2022集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小明的旅游储蓄计划这一题 它里面要做哪些效果? 一,就是要把小猪铺满图案拖满 然后去设定它的填满颜色是黑色文字一 所以这边的话,第一个 我们一样开启这只小猪 然后把它向右下填满到哪里? 填满到这里就可以了 刚好右下角 接下来的话,就是它的背景 背景部分的颜色,所以你按右键 或者你可以格式里面,它一样有一个背景 背景的选举效果一样可以在这个里面去做背景 我们比较简单按右键 直接找到所谓的设定图片的格式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这背后的话 可以找到有一个填满效果里面的话 就可以找到它的实心填满的颜色 它要我们改成这个 黑色文字一 OK,所以你可以从哪里? 从设定格式 你可以按右键去到图片格式里面找一下 然后把它设定一下,这样就OK了 第一个,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它要我们做什么? 这个完成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 再来 把101这张,它的框线改为5PG 第二张就101 它的外框,框线部分怎么做调整 一样格式里面各位可以找到所谓的框线 这就是图片的框线 框线部分的话 里面如果你要找到它的宽度的话 它要5PG,所以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 它这个图片框线 5PG,5个PG 这边没有5PG,所以其他 其他部分的话,你可以把宽度改为 本来是15,把它改成5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们直接按一个 直接就设定完毕了 OK,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接下来的话 在设定什么呢? 投影片3的样式 这里的话,它 第3张投影片里面 它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把这个表格 表格先做选取 选取完之后,设计的地方 它要把它改成 中等 好像是这个吧 中等深浅 样式2的这个选项 这一个,把它稍微 设定格式一下 因为题目里面有 有提到 包含就是说,它这个表格要做什么 标题列 中等深浅样式2 然后分别把这个样式分别完成 请各位先看一下题目 待会我们把这个后面完成 第3题要选这个表格 所以把表格选取来之后的话 设计里面记得改成中等深浅 中等深浅样式2的这个选项 再来记得标题列把它打勾 标题列刚好在它的左上角 打勾上面就有标题列了 那分别把什么呢 把这个 底下的这个数字部分 把它做什么呢 做那个版面配置里面有个靠 数字一般都靠右对勤 那文字的话呢 通常是靠左对勤 所以你在ESALE里面如果看到文字的话 一定是靠左 数字靠右 OK 那这三个 这上面的标题一定是自中 所以习惯性是这样 如果以后你做那个表格 记得会有类似的规则 但是这个规则一般是 等一般是有点像是约定俗成的 那再来的话把这三个栏位 这三个栏位 记得在上面选一二三 这三个栏位做什么 做平均分配栏宽 让它一样宽的意思 OK 等一下 这样的话就玩 最后一个地方 680这个数字 它题目好像要我们做什么 680这个部分 它要 我们把它做第一个初几字 第二个字大小28 字变成红色 然后网底部分的话要玫瑰红 就是这个数字 242 22 然后219 OK 然后我们分别把这几个动作完成 所以 第一个把这几个字选起来 OK 然后呢 你可以用常用里面的这个地方 初体字 然后字的话是红色 大小的话28 28在这里 OK 网底的话在哪里 网底就是这个表格背后的颜色 所以 记得切到设计里面 设计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 网底 有没有看到 设计里面的网底 其实它主要是考你熟不熟这些功能 网底减一下 然后找什么 其他填满色彩 因为粉红色的话 应该是这个 OK 它有给我们数字 分别是多少 242 然后多少 20 然后 22多少 219 是不是 是不是 记起来吗 OK 按确定 是不是 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22 你看 OK 三个数字 所以有时候要很快把一些数字先记起来 然后把它输入 OK 这样的话 底色就变玫瑰红了 有没有 这是玫瑰红的颜色 那就完成了我们的第几题 第三题 再来的话第四第五节蛮简单的 4000块 4000块在哪里 在这边 旅费 旅费4000能去哪里 好像连机票都买不起 算 不是重点 OK 那有剩吧 OK 剩蛮多的 现在如果买机票应该可以剩 机票现在非常便宜 应该 只是 不过不要想那些 OK 接下来的话 他要把这个颜色做什么 把这个颜色做成反射的文字效果 然后透明度跟距离调一下 60跟2pt 首先一样选 记得选这个框框 选框框实现 然后格式地方找一下文字的效果 有没有一个反射 反射在这里 反射部分的话要选什么 透明度跟 他几pt的框 所以 反射的选项 点一下 把透明度改一下 改成60 然后距离的话 他好像要2pt 所以2pt加一下 2pt 这几pt跟什么有关 跟这个有关 跟他的反射的距离有关 有没有 2pt大概就这样 OK 然后直接就完成了 这个蛮简单的 这样就完成了 OK 6个月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你6个月 就完成了 点一下6个月 下一个投影片 一样点框框一下 然后一样点什么 一样点文字效果的反射 反射选项 然后这边一样改60 这边一样改2pt的距离 这样就OK了 第五就完成了 第五 A B的话是除号外框 把它改无外框 除号在哪里 除号在这里 除号的部分 怎么把它去除框框 其实有没有框线的话 你可以从外框 这边改成无框线就好了 不过如果你现在选它 你会发现它没办法去除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要选的话 请记得 在这边可能要用一个功能 刚刚有用到过 常用里面的选取窗格 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才能选得到 OK 所以如果你假如点不到它的话 记得你可以用什么 选取窗格 来选取 所以你会发现 刚刚各位讲动画里面 动画窗格之外 选取窗格也蛮重要 不过这都是隐藏版的重要功能 一般书里面都不会特别讲 可是问题 你没有这个东西 你怎么选得到 所以记得选到除号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再去去除窗格 基本上才有办法 所以选它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把它的框线部分 所以你只要框线 你就可以找到什么 找到 这个地方在哪 这个选到它 然后再来就选什么 选它的框线 框线部分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点选之后的话 它这边格式会出来 或许你可以把设定的效果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 外框这边有 有没有 这边就有了 外框把它改成无外框就好 如果上面如果没有功能的话 你还可以选 这个右下角这边还有多余的功能 你可以从这边去找 外框找到无框线 无外框 外框怎么还在 更正一下 因为它不是文字 它看起来是文字 实际上它是一个图 所以如果这个不OK的话 请记得 应该是什么 图片 图案外框 把它改 这个无外框才对 OK 所以你会发现 直觉我会认为 这个应该是一个文字才对 可是你如果选了这个 发现不OK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图 OK 所以记得 找到那个图 暗的外框 把它设定一下 这样子就完成 最后的话 把4000的动画 4000的动画 我们来拨一下 这动画 按一下 你就这个动画 把它怎么样 复制到六个月 六个月有没有动画 你会发现没有动画 所以怎么复制过来 其实有个功能 一一样选这个框框 二的话 找到动画里面 有个叫做什么 复制动画功能 也就是以后 如果假设 你其他的页面都要用 一样的动画的话 你可以把目前这个动画 把它复制 到这个六个月 它就会有 一样的动画 你又不用一直重做了 所以 选它 空框的地方 找到复制动画之后的话 在六个月的地方 点一下 OK 那你这个时候播放 应该就会有 一样的动画 一模一样 OK 那这样的话 这一题应该就算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题目没看清 应该是这个 图案外光 OK 那画面还给各位 试一下 今天的话基本上 就是 讲两题 不过有一题 110这一题 尤其是动画部分 难度破表 然后所以 请各位 事情在 第一个 先了解一下 动画的 这个 设定的一个 流程很重要 尤其是 与前动画同时跟按一下 完全不一样 效果如果你没设定好的话 只要差一个步骤 就做出来结果完全不同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动画部分 一定要熟悉 202题会比较简单 所以今天基本上 我们有110 跟一个变化题 还有202 所以总共的话有三到 三个题目 请各位一样做完之后 我待会会在Polo上面开作业区 请各位还是一样把完成的结果 传到Polo上面